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今天我们要去看一些比较特别的新闻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Hyundai 的高层表示 他们的二手价已经可以跟同级的日本车相比了 说到韩国车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是不是就觉得它的设计很前卫很帅 但是二手价可能就稍微差一点点呢? 最近 Sam David 负责 Hyundai 事务的董事经理呢 他就表示目前 Hyundai 的二手价格呢 实际上已经可以跟同级的日系车媲美了 尤其是在价格相距不远的话 他们的二手价其实是非常接近 贬值的速度大约是每年10%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说这个 韩国车没有二手价是不切实际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实际上以前 Hyundai 在我国曾经有着很好的市场表现 在 Sonata YF 还有 Elantra MD 的年代 他们曾经是我国销售排名第五的汽车平台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二手价格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这几年随着市占率降低 我们也越来越难看到这个 Hyundai 的新车上路 但是厂方很有自信的说出这句话 一定是有所平据 因为他们表示 目前官方推行的官方认证二手车 是供不应求的 Hyundai 的二手车卖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去统计 原来他们发现 他们的车子跟日本车的二手价已经差不多了 关于这点 各位韩国车的车主有什么看法呢? 除此之外 他也表示 Hyundai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磨练 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很可靠的品牌 而且除了可靠之外 它的质感它的设计已经媲美了欧洲的豪华品牌 那么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你对这个品牌的看法 第二则新闻 国名小车 2022 ProDuo My-V 小改款 终于在我国发售 这一次 ProDuo My-V 的小改款非常有诚意 5 个车型里面 4 个拥有 ASA 顶级版本还会用非常先进的安全配备 例如说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车道维持系统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更加不用说那些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意警以及车侧盲点侦测等等 所以在安全规格上面 它真的是同价位中的第一名 而且除此之外 这一次原厂也在这一个 ProDuo My-V 的动力配置上面进行升级 原本的 My-V 前三代车型 已经使用了4AT 用了好多好多年 可是在这个第三代车型的小改款上面 原厂终于针对这个变速箱进行升级 而且一升级就是到了最新的DUALMUS CVT 这个CVT 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它在后方拥有一个齿轮 它可以帮助车辆降低转速 然后提升这个车辆的动力表现 还有油耗表现 根据官方的资料 1.5 版本的 My-V 0-100 的加速是10.2 秒 在目前的 B-Segment 先备车中 它的数据应该只是输给这个 HONDA CITY RX-I MMD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次 My-V 的动力升级 真的很强 而且它的价格方面也非常有竞争力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关于 Pro Duo My-V 的介绍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第三则新闻 HONDA CITY Hatchpad 终于在马来西亚登场 这款车其实说要引进本地已经说了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疫情加上这个芯片短缺的因素 所以它一直被迫延迟到最近才刚刚在我国市场 公开亮相 这次 HONDA Malaysia 也展出了两个版本的车型让我们看 也就是这个 HONDA CITY Hatchpad RX 还有普通的 1.5V 版本 两个都是顶级版 配备了 LED 头灯组 还有 LED 尾灯组 轮圈尺寸为 16 寸 而且最顶级的 CITY RS 还具备了 HONDA 先性安全配备 你想象得到的 它都有 只是它的主动式定速巡航呢 是没有 Stop and Go 功能的 可是放言我国市场的日系同级对手中 HONDA CITY Hatchpad RX 的配备已经是最丰富了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引擎配置 它的 IMMD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09 PS 峰值能力达到 253 Nm 已经可以跟很多的 D-Segment 房车相比 虽然目前 HONDA Malaysia 还没有公布官方数据 但是根据泰国的测试它的 0-100 尺速加速 只需要 9.4 秒 在这个飞行人的先背车里面 它绝对是佼佼着的 而且重点是 它比刚刚的买率还快哦 原厂也表示这款车会在今年内发布 现在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它的价格吧 第四则新闻 传说中的 Mazda CS50 终于正式登场 这一款车是 Mazda 专门为北美市场打造的 而且它会位于 Mazda 和 Toyota 合资建立的工厂生产 这一款车虽然叫 CS50 但是实际上它跟 CS50 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是基于 Mazda 3 还有 CS30 的这个平台打造 而且全车系标配这个全轮驱动系统 在外观设计上面原厂让它变得非常的粗犷 非常的阳刚 主打的就是户外运动 但是 Mazda 的原厂也表示 这一款车并不会太过注重于硬派的越野 因为根据他们的研究有超过 80% 购买 SUV 的车主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市区驾驶而已 所以 CS50 确实有着很粗犷的外观设计 但是本质上它还是一辆程式的 SUV 在引擎的配置上面 目前 CS50 只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2.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2.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款车虽然说不会在北美以外的市场贩售 但是本地的消费者实际上也不用太伤心 因为 CS60 就有可能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在 CS50 发布了一天之后 CS60 就被网民目击到正在日本拍摄广告 而且因为 CS60 直接有右驾版本 所以这款车来到我国基本上是肯定的 只是这款车会卖多少钱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 Honda Civic 大改款 在本地的规格曝光了 根据我国知名的论坛曝光的消息 这一次 Honda Civic 的这个配备很减哦 怎么说 首先全车系标配 LED 投针组 就是说你买到最入门的版本 它都是 LED 第二点就是全车系标配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马力达到了 182 PS 比起泰国的版本还要高 所以加速表现 理论上会更强一点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全车系标配 Honda Sensing 所以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得出 Honda Malaysia 这一次的政策就是 这款车不管你买到哪一个等级 你基本上都是买到 Full Spec 的车子 你不需要担心 你买到入门的车型 这个没有那个没有 还要自己去装 而且有些东西还装不到 直接给你 LED 头灯组 给你涡轮引擎 给你 Honda Sensing 至于在价格的部分 据悉这个车 价格不会提升太多 大概是有一个 1万块的涨幅 如果以目前的价格来看 小涨1万块 但是你可以获得 LED 头灯组 你可以获得 Honda Sensing 你可以获得这个 涡轮增压引擎 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不过这款车的发布时间 就不会那么快 一季会在 2022 年的 第一季发布 大家对这个 Civic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们就看看接下来 Honda 还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吧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美洲360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多多按赞 最好给这个赞破1000个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